惩罚的话有一个游戏 什么游戏 就是你要说一个 你做过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然后如果在场有人做过 你就输了 那我先 好 我要上飞机前喝醉 我一上去就睡着 我醒来直接到台湾 她看很厉害一样 很厉害吧 你有吗 这个杨景华做过 你有吗 我输了吗 上飞机前就醉哦 对啊 上飞机前就开始喝了 然后因为我从来没有 就是在飞机上喝过酒 所以我就 刚刚是双声道吗 对 因为我就遇到她 我遇到她 然后很开心 然后我们就在上飞机前 就先去休息室喝了 我们是拍男孩才认识的 然后在拍男孩当中 我们两个都一起去北京工作 对 然后正好就回程的时候遇到了 在飞机上 我们两个中间本来还隔一走道 她旁边没人 然后我们就已经这样子 聊到空姐说 你妈妈坐一起 对 我们感觉 坐一起 坐一起就是喝了 然后就喝到 然后姐就是 我就喝到 因为我喝红酒 对 她就喝麦茶 你知道吗 麦茶像这样子的 纯的麦茶 就大概这样的量 然后小姐说 你要不要加冰块什么 她说不用 然后就是上厕所 就没有出来 因为到平地的时候 那个就是减压了嘛 那个整个酒 不是 因为它真的太久了 然后空姐就说 我说你要不要去看她一下 然后就把它扶出来做好了 空姐问我说 你要轮椅吗 我说不要 他不行 因为轮椅是我推 我说 不要 人家看的是她 对 还好她头发全部都盖住 你说 整个往前 然后我就陪她去厕所 再吐一次 整个头发就是在马桶里面 我要把它捞起来 抓住她的马胃 那次我真的不知道 那次是我唯一一次在 你第一次在非常好 你第一次 然后也是唯一一次 我最后就再没有了 而且我第一次见她老公 就是把它交给她 还要确认照片 是这个人 不是 然后因为她老公也没见过我 我想说 她会觉得我带坏她老婆 不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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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糗 后来是 有一天我跟我老公在睡觉 她说 为什么要拿杨景华护照 我说我干嘛拿你 杨景华护照 你看她说那 那个书妆台上面 不是杨景华护照吗 我说不是你的护照吗 我拿来看 杨景华 那你们怎么入境的 没有 她在帮我过那个 我没有过 然后我就收到我包包里面去 对 然后重点 我隔天起来想说 我的护照在哪 我找不到 然后这三天 我都不好意思打电话给她 因为我跟她也没有那么熟 然后说我们就这样认识 我们刚拍戏而已 刚认识 然后会不好意思问 然后结果我就想说 三天算了 找不到 我也不敢问 我就去报医师 然后不到十分钟 她说 你是不是有东西忘了在我家 我说不会是护照吧 她说对 对 莫非定律都是这样 她就报了仪式 我已经报了仪式 很妙 你就不小心介入了 他们两个之间 我们早晨的话题就是你 Oh my god Opa